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最快下周向安倍提交新防卫计划大纲建议为制定新大纲提供参考 专家指出新大纲更具进攻性 美国亚太战略打造三重岛链五大基地群 日本作为第一岛链中的重要一环地位突出 美国俄勒冈州经线非法转基因小麦 日本宣布暂停进口美国小麦亚洲多国密切关注 美F35战机再爆技术缺陷 韩国要求美军火商尽快改善 并将于下月决定新一代战机采购机型 俄科研人员计划对一头已冰冻了上万年的猛马像残骸进行克隆试验 科学家认为其血液样本中存在完整远古DNA的可能性较高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来看详细内容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最快将会在下周向首相安倍提交新防卫计划大纲建议 为日本政府制定新防卫计划大纲提供参考 报道称建议将建设兼任的机动防卫力量作为日本防卫力量整备的基本方针 设立国防军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制定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并对防卫省实行改革 此外建议还提出了加强西南防卫和岛屿防卫 具体措施包括使自卫队具备海军陆战队的功能 引进美军新型运输机鱼鹰 以提高机动能力组建水陆两栖部队 强化具有弹道导弹防卫功能的周斯敦驱逐舰和地面部队 建议还主张着手研究日本拥有攻击敌人基地能力的问题 并加强日本应对网络攻击的能力 其实自民党的竞选纲领当中呢 就包含建国防军修宪等内容 而一旦这些建议被采纳 日本自卫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分析 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最高的国防防卫方针 具有长期指导作用 决定了日本自卫队和国防政策的现状和走向 据悉 1976年日本制定防卫计划大纲 此后 历经1995年 2004年 2010年 三次修改 从时间上可以看出 其修改周期越来越短 侧面反映出 日本防卫战略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 冷战时期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 主要针对苏联威胁 2004年 小全内阁的防卫计划大纲 完成了冷战后 日本军事战略调整 把主要防御对象 从俄罗斯转向了朝鲜及中国 2010年 则进一步 借所谓西南诸岛防卫 重点加强针对中国的海空力量 警戒监视和机动作战能力 而这次由自民党提出的建议当中 再次提出 增加军事力量 加强西南防卫和岛屿防卫 其意在钓鱼岛 意在中国的心思 不言自明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家 刘江勇认为 新防卫计划大纲建议当中 有三点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是 设立国防军 一旦日本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 便将拥有集体自卫权 可以在自身或者盟友 遭受袭击的时候 发动反击 第二是 建议主张着手研究 日本拥有攻击敌人基地能力的问题 也就意味着 日本已从现行宪法下 专守防卫的政策 转为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先发制人 进行打击 换句话说 日本将从防守型 变为具有进攻能力的国家 专守防卫政策 也将名存实亡 第三是 建议指出加强西南防卫和岛屿防卫 大幅度增加军事力量 埋下了未来在钓鱼岛或台湾海峡 向中国发出挑战的可能 刘江勇指出 安倍上台以来 日本政府处于战后以来 最为右倾的阶段 新防卫计划大纲与修宪 可以说是安倍相互呼应的两步棋 一招接着一招 这份新大纲足以被视为 安倍为修宪后 更具有进攻性的日本战略蓝图 而这一方向显然是得到了美国的默许 就在5月21号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坦言 他对日本最终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 颇为期待 近年来奥巴马政府不断推进亚派再平衡战略 而美日联盟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支柱 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修宪成功与否和美国亚台再平衡战略是否最终得以实现相互关联 日本拥有交战权与国防军是美国提升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地位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日本政府主办的第五次非洲开发会议将会在6月1号开始在恒兵举行 日本政府期望通过这次会议和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资金来获取参与非洲资源开发的机会 日本舆论普遍将其视为在非洲加强影响力抗衡中国的绝佳机会 安倍30号已与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的会晤拉开非洲外交的序幕 在为期三天的非洲开发会议期间 安倍将以每次15分钟的频率与约40位非洲各国首脑展开马拉松式会谈 安倍之所以如此卖力地展开非洲外交 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认为非洲是世界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市场 前景十分远大 这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GDP增长曲线图 在2000年这些地区的GDP总量只有30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8000亿元 而到2011年就已经达到了129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78000亿元 且增长势头不减 日本媒体称日本正在加快进入非洲步伐 其债的重点就是将一直以来的援助转向投资和贸易 日本与非洲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粮食生产 在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正在建设大豆生产项目 生产的大豆将出口到日本 此外日本政府将在非洲国家培育人才 并发挥日本具有优势的技术指导能力 今后五年日本将向非洲提供约3万亿日元资金 其中包括1.4万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 不过日本产金新闻认为 相比中国和欧美国家日本在非洲的存在感很低 进军非洲的中国企业有2000多家 而日企只有600多家 中国的在非华侨约有82万多人 而日本只有8000人左右 近日有日本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在非洲日本已经没有与中国进行正面竞争的体力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当中 由美军基地或者基地群构成的三重岛链 尤其令人关注 第一岛链包括日本主要的岛屿 东南亚地区 第二岛链包括关岛及澳大利亚周边 夏威夷则是第三岛链 日本作为第一岛链当中的重要一环 地位突出 五大基地群成为美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当中的重军之重 第一东北亚的基地群 分布在日本韩国 这些基地控制宗谷金青对马三海峡 可应对朝鲜半岛的陆战与西北太平洋的海战 构成岛链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其中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包括日本的横须鹤 佐世宝 韩国的镇海等 海军陆战队基地有日本的盐国冲绳等 空军基地有日本的横须鹤冲绳加首纳三则 韩国的乌山等 陆军基地有韩国龙山卫戍区 西亚来兵营 日本作奸兵营等 第二东南亚基地群 以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为中心的东南亚基地群 原为美岛链当中乘上起下的一环 1992年11月 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交还给菲律宾之后 美国丧失了岛链当中的最重要一环 但是近年来 美国在新加坡张仪建立海军基地 并在今年4月首次部署滨海战斗舰到这里 逐步重返东南亚 第三关岛基地 关岛位于美属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 距台湾海峡南海朝鲜半岛距离均为3000公里左右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中最大的海空军基地 目前美军正在推动 将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一部分抽调至关岛 他们将与驻扎在澳大利亚西部的海军陆战队 形成一支新的作战力量 从而成为未来几年 美国重塑其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存在的先头力量 第四澳新地区基地 此前美国在澳大利亚和西西兰设置不多 主要是海军通讯站、导航站、宇航追踪站等 用于监控中俄等国的核实验 并且为美空间力量服务 但是从2012年开始 美国向澳大利亚派驻海军陆战队 作为强化亚太战略的措施之一 据悉美国计划阶段性的增加驻军人数 最终将有包括航空部队和司令部要员在内的 大约2500人驻扎澳大利亚 第五夏威夷群岛基地群 夏威夷群岛和中土岛连接美本土和西太平洋美军各基地 是美军太平洋战区指挥中心太平洋航线上的海空运枢纽 这一地区主要的美军基地包括 史密斯海军陆战队兵营 薛夫斯堡和斯科菲尔德兵营 西卡姆空军基地等 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近日在美国俄勒冈州一名农民发现自己的农场里出现了大量的转基因小麦 而这些转基因小麦呢 还没有被美国农业部门批准种植和销售 此消息严重影响了美国小麦的出口 日本今天宣布停止进口部分美国产的小麦 欧盟也开始对美国进口的小麦进行检测 亚洲多国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美国农业部表示 俄勒冈州麦田发现的转基因小麦未被批准种植和销售 目前正在调查这些小麦出现的原因 到底是随风扩载到麦田里的 还是有人故意种植的 美国农业部澄清说 此次发现的转基因小麦即使食用也安全 而且没有证据显示其已经流入市场 但美国农业部没有公开发现转基因小麦的农民身份和麦田位置 美国卖农和加工小麦食品企业都绷紧神经 担心此事对小麦出口造成不良影响 美国是亚洲进口小麦的第二大供应国 仅次于澳大利亚 亚洲年进口规模约4000万公吨 几乎占全球小麦贸易量的三分之一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31号表示 正在对俄勒冈州进口的小麦进行检测 如果进口小麦及其制品被查实为转基因食品 将悉数退回或销毁 韩国市面上的小麦主要从美国进口 大部分在韩国国内加工为面粉 日本已于31号停止进口部分美国产小麦 并取消了进口约2.5万吨美国小麦的计划 中国菲律宾等亚洲主要进口国也在密切关注此事的发展 据韩国媒体31号披露 美军报告显示F35战机的电池装备不耐低温 作为韩国计划向美国购买的新一代战斗机最有力的候选机型 韩国方面依旧F35电池装备存在的这一缺陷 要求美方尽快制定改善方案 据韩国KBS电视台31号 援引韩军方人士的消息透露 目前F35战机机身的电池装置在低温状态下 会出现问题 以为软件漏洞 韩国防卫事业厅是在对美军关于F35战机的报告书进行分析后 向美国空军和生产商提出了改善缺陷的要求 报道称美国空军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已向韩方承诺将于明年引进最新操作系统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改善 韩国防卫事业厅表示 韩国新一代战机的采购计划正在按原定日程进行 预计各种谈判和价格招标 将于下月底结束 届时将对具体采购机型做出最后决定 此前有媒体报道 韩国新一代战机将从美国F35战机 F15SE陈墨英战机 以及欧洲台风战机三名候选中产生 据韩国媒体报道 美国防安保合作局在一份资料中表示 韩国政府若选定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机 作为下一代战机 还需从美国购买尖端中程空对空导弹等价值8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49亿元的武器 此外美国防安保合作局还称 若能达成这次军售 韩国国防实力将大幅提升 F35分为ABC三种型号 也就是海陆空三个版本 可实际上每一款型号设计都存在设计缺陷 造价高 飞机超重 无法在航母上实现正常起降 可是这些似乎并不会影响F35的销路 据了解 截止到目前 F35的订单已经将近3000架 你出钱 我生产 然后再卖给你 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军火商的生意可谓是炉火纯青 东京股市日经指数30号再次出现了暴跌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 跌跌不休的日本股市和汇率 已经使得普通日本民众的生活成本升高 这是否意味着安倍经济学所营造的市场效应即将终结呢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 海外投资者对日本股市的态度正趋于冷淡 日本财务省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海外投资者的日本股票购买量大幅下滑 与此同时 从去年9月之间持续贬值的日元汇率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日本企业的出口量 但同时也使得日企进口材料成本大幅上涨 日本NHK电视台31号报道指出 日元贬值已使得部分食品制造业公司较苦不迭 该公司进口的蔬菜面粉价格最高涨幅高达30% 而由于此前和超市签订的合同规定 今年秋季前不能涨价 因此该公司近期或将通过削减员工奖金的方式降低成本 这家公司是包装制造公司 主打产品是盛放蛋糕的盘子或器皿 因原油涨价导致塑料成本上涨 该公司正在苦恼如何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 将上涨部分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面 日元贬值也加速了燃料等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 受此影响 日本十家电力公司 自家大型燃气公司宣布 将于7月上调电费和天然气价格 此外 由于油价上涨 日本渔业协会的2500名成员 在东京举行集会 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支援措施 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共同社的社长石川聪 30号表示将辞职 为前人事部部长带求职的女大学生 上情人旅馆一事承担责任 同时表示辞职的还有该社的二把手 专务理事伊藤修一 本月16号出版的日本杂志周刊文春 报道了共同社人事部的部长金藤雾 将一名到该社求职的女大学生 带入情人旅馆 并且为求职女大学生修改作文等不当行为 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批评 共同社已经在20号将这名人事部的部长开除 但是这些处分没能够消除社会舆论 对共同社的批评 为了收拾社内的混乱局面 并且挽回该社的声誉 石川社长和伊藤专务理事 30号都表示将会引咎辞职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31号的报道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 2014年索契冬奥会奖牌与火炬揭幕仪式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看火炬的分解和组装时 调侃火炬的外形很像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普京打趣说无论俄罗斯人做什么样的东西 最后都会变得像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这一调侃令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大笑不止 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是二战后为苏联军队设计的 据称是当今世界上产量最多的武器 俄罗斯官员称火炬上的银色代表冰 红色代表围绕索契山脉的火种 传递火炬的接力活动将会在10月7号 从希腊开始 奥运圣火将会跨越6.5万公里到达索契 俄罗斯官员还称 奥运火炬将会被带入国际空间站 但是届时火炬不会点火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去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座孤岛上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头60岁上下的雄性蒙马像的残骸 这具残骸保存的相当的完好 仍然具有部分毛发组织 这个消息已经发布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近日法新社发布了一则消息称 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与韩国黄玉希博士 就蒙马像克隆项目签订了有关协议 蒙马像会死而复生吗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2012年科研人员在新西伯利亚群岛的一个冰墓穴中 发现了一头已冰冻了上万年的雌性蒙马像 经初步判断这头雌性蒙马像在60岁左右的时候溺水身亡 研究员伊万诺夫说 这头蒙马像溺亡后 其深陷的水域在短期内结冰 参与探险的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科学家格里格里耶夫称 在蒙马像的身上还发现了流动的血液 科学家们认为蒙马像遗体内存在的可流动血液 将有助于研究其在极寒天际下的生存能力 此外 血液样本中存在完整远古DNA的可能性较高 目前科学界人士对能否找到适合的母像族群 来孕育蒙马像的克隆体 以及利用克隆技术让远古生物复活 是否道德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 法新社报道称 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与韩国黄雨昕博士 就蒙马像克隆项目签订了有关协议 韩国黄雨昕博士曾于2004年宣布 成功培育了人体胚胎干细胞 但两年后这项研究被证实造假 黄雨昕当时承认并表示道歉 一时间名声扫地 据土耳其TRT电视台31号的报道 由土耳其自行建造的首艘雷贝离岛号轻型护卫舰 首次参与了正在爱琴海和低中海 进行的土耳其海浪2013海上实战例行军演 报道称作为土耳其国家舰项目所建造的第一艘战舰 雷贝离岛号轻型护卫舰 配备了土耳其军舰一体化作战管理系统 可同时朝五个目标发动进攻 雷贝离岛号长99米 排水量2300吨 搭载最新科技装备主要用于巡逻 监视 拦截和反潜作战等任务 于2011年开始在土耳其海军服役 土耳其国家舰项目于2004年启动 旨在降低土耳其在舰艇设计 建造和系统集成方面对外国船厂的依赖 转而提高土耳其舰艇自主研发能力 国家舰项目计划建造12艘巡逻舰和反潜舰 目前除雷贝离岛号外 第二艘轻型护卫舰 布亚卡达号也已完成建造工作 预计将在测试结束后投入使用 本月初前青马台发言人尹长周 随韩国总统票警会访美期间 爆出了性骚扰女席事女实习生成文 一时间性侵案成为了韩国新闻里面 近期频繁出现的一个关键词 为此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加强诚治力度 以打击国内的性犯罪 即将实施的新法律规定 强奸未成年人者今后将会被判处 无期徒刑并且不予唤刑 据了解 这份从下个月19号开始实施的 有关儿童青少年性保护的法律 将会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强奸罪惩罚力度 从最高50年监禁升起为无期徒刑 对初中生以下的儿童强奸犯罪 被排除在缓期执行对象之外 一切的性暴力罪犯都不得假释 在此之前 韩国刑安部在本月28号曾经宣布 加大对涉嫌性骚扰或性暴力犯罪的公务员的惩罚力度 最高的处罚从检任提高到罢免 2012年12月 最近青少年的问题上韩国政府可以说是毫不留情 甚至不惜动用颇为争议的化学阉割常治罪犯 2012年5月22号韩国法务部方面表示 对有着四次强奸女童前科的嫖性男子下令进行性冲动药物治疗 这是韩国在2011年7月份实行相关法规以来执行的首例化学阉割 除了加大惩罚力度之外 韩国政府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增派500名专门负责校园安全的警察 并且从今年6月份开始调查涉及性暴力校园暴力等在内的国民安全体检指数 并在今后每个半年对外公布一次 央视记者韩国12报道 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